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呢 是我们说啊 我们的安杰克斯呢 它叫做异步的JavaScript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什么是同步 什么是异步啊 什么是异步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请求 哎 你找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你比如说啊 我现在啊 我在发起这个请求之前 我弹出一个消息叫做Alert啊 Alert直接写一个1 然后呢 当这个请求执行完之后呢 我写Alert写上一个2 写上一个2啊 比如我们就在这边吧 我在这边Alert一个3 那么当这个回调执行的时候呢 我给它Alert一个2 Alert一个2 好这样的话啊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个 首先啊 在页面啊 加载完成之后 我们这里面Alert一个1对吧 然后紧接着呢 哎 我们这边 你点击它的时候发起一个请求 对吧 发起一个请求之后呢 它给你 回调执行的时候 会Alert一个2 这边呢Alert一个3啊 Alert一个3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啊 我们比如我把它放在它里面吧 我们就放在它里面啊 我们这里面都放在它里面 好 放在它里面啊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 你现在啊 哎 以你现在学的知识 我一点击这个 哎 click事件的时候 先弹出谁 好 再弹出谁 哎 谁啊 好 那再弹出谁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边 我直接在这边点击刷新 比如我在这边一点击 哎 哎呀 请求 哎 首先是不是弹出1对吧 那么 然后呢 哎 弹出3 哎 最后你再点 哎 这个 出错了 对吧 哎 出错它没弹出啊 我们把这个错误代码给它 还拿掉啊 还拿掉 把这个错误直接给它拿掉 在这里 我们重新来一遍啊 刷新 点击 点击1 哎 然后呢 3 哎 是不是最后是2 对吧 哎 这个时候它就叫做易步啊 你注意 它的这个 就是说 它它发起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不等在你这个回调函数执行 是不是 下面代码立马往下走了 对吧 它只要发起请求之后 它就不管你这个回调有没有执行 它就继续往下走的 这叫做易步 什么时候等你的 服务器呢 把这个阶层发回来之后 它才会执行这个回调函数啊 回调函数 好 这就叫做易步啊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阿加克斯请求 它其实呢可以发起一个同步的阿加克斯请求啊 那么这个同步的阿加克斯请求怎么发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在你发阿加克斯请求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个参数 AS1C 哎 加上这样一个参数啊 那么它呢 如果你设置为 FALSE的话 它就是一个同步的阿加克斯请求 默认的话 它是处啊 代表易步的阿加克斯请求啊 同步的啊 阿加克斯请求 好 然后呢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刷新一下 然后我在这里面点击 哎 你看到1 好 点击 哎 是不是2 再点击是不是3 对吧 哎 这叫做同步啊 你最要同步啊 就是说 如果你发起的是一个同步的阿加克斯请求 那么在这个服务器给你返回数据回调函数执行之前 下面这个代码会不会往下走 不会往下走 对吧 哎 这叫做同步啊 那么这里面你要注意我们所讲的同步和异步的区别 就是默认的话 你发起一个阿加克斯请求 它是一个异步的啊 它是一个异步的 哎 异步的话就是你发起请求之后 它下面的代码呢 就会继续往下执行 它不会等你这个回调函数执行啊 哎 什么时候等你这个 哎 服务器返回这个阶层之后 哎 这个回调函数呢 才会被执行 那如果你发起的是一个同步的阿加克斯请求的话 在这个回调函数执行之前 下面的代码呢 不会执行啊 不会执行 OK啊 这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当然默认的话 它就是一个异步的啊 你加上AFCNC等于FALSE之后 它才是一个同步的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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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